1924年4月,应梁启超、蔡元培等人之邀,印度诗人泰戈尔访问了中国。 访问期间,培同翻译的徐志摩向泰戈尔介绍山西乡村建设情况,引起了泰戈尔的浓烈兴趣。 中国和印度都是东方古国,近代以来,两个国家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两国的人人知识也都在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泰戈尔自然也不例外。 诗人都有悲天悯人的济世情怀,写世之余,泰老爷子一直在家乡搞乡村建设,进行社会改革实验,对三农问题颇有心得。 听了徐志摩的话后,决定到山西考察一番交流经验。 5月21日,时任山西都军,省长阎西山在都军府接见了泰戈尔一行,双方进行了深入会谈。 泰戈尔,请问阎先生,东方文化是什么? 阎西山,东方文化就是一个中字。 泰戈尔,中是什么? 阎西山回答,有种子的鸡蛋,那种子就是中,此种子唯不可思议。 不能明说的,宇宙间只有个种子,造化的也就是把握的这种种子。 假定地球上抽取万物的种子,地球就成了枯朽,人是中,是了中,人类就陷于悲惨。 泰戈尔又问,我到了北京、上海和天津,怎么没见到你说的中呢? 阎西山回答,不只是北京、上海、天津找不到,就是太原也找不到。 你们要想找,许乡村可以找到一点。 多年后,泰戈尔在《回忆录》里这样描述阎西山, 他更像是个文人,举止文雅,谈吐具有哲学家的风格。 而阎西山也在1931年的日记中,回忆了与泰戈尔的这次会谈, 顶再一次阐述了中的哲学。 中的哲学是阎西山自创的人生哲学, 简单可以理解为硬核版辩证法加中庸之道。 什么是中呢? 恰到好处就是中。 为什么要做到中呢? 为了存在。 存在就是一切,一切为了存在。 存在即真理,需求即合法。 怎么做到中呢? 用二的分析法研究矛盾, 求得矛盾中的不矛盾,使矛盾对消,形成始终。 具体到方法论上,就是不管是看问题还是搞事情, 不要走极端,不要从不对的反面去寻求对, 不要问好不好。 要问是不是该不该,能不能。 枯燥的哲学道理太费解,可以这样理解。 只要掌握了中的秘密, 就掌握了与万物正确打交道的密码。 举个鲜活的例子说明问题。 1948年5月, 中华民国举行首次全国性总统选举, 有人问阎西山, 问是否竞选总统? 说不。 问是否竞选副总统? 答不。 问你支持谁做总统? 答谁能领导国家? 我们应支持谁。 问你支持谁做副总统? 答谁能帮助总统? 我们应支持谁? 很尴尬, 很刁钻的问题, 严西山风轻云淡化皆知, 态度坚决, 观点明确, 三观很正, 无险可击, 没有一句废话。 但是说了和没说一样, 既不得罪人又显得自己高风亮节, 重得哲学威力尽险。 从辛亥赵国到国府去台, 三十八年间, 严西山以山西一省之力, 浮沉于积变的大时代之中, 保经安民, 逐鹿天下, 反共抗日, 不仅改写了近现代山西历史, 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之命运。 就个人而言, 严西山熬过了辛亥革命, 军阀混战, 北伐战争, 中原大战, 中日战争, 国共内战, 最后在台湾著书里说, 安然逝世, 历德历功历岩三不朽, 是同时代军阀中结局最完满的一个。 作为军阀中的一股清流, 严西山能够在山西一历数十年不倒, 并把山西建设搞得有声有色, 成为山西人民至今最缅怀的地方领袖, 离不开他中的哲学, 以及由此哲学武装的头脑。 元华事故, 精于算计, 都是中的哲学在某一方面的体现, 但中的哲学远远不止于此。 1883年, 大清光绪九年, 严西山出生于山西省武台县河边村一个小商人加小地主家庭。 家里有五十几亩地, 父亲严书堂在县城有个叫吉庆长的钱铺, 主营高利贷和金融投机生意, 以煎卖一些杂货。 相对殷实的家境, 让严西山接受了八年系统私塾教育, 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 严书堂并不向儿子走科举道路, 于是让十五岁的儿子到钱普帮忙, 起初只是刊文打扫, 记账算账等琐事。 稍有经验后, 严西山开始跟着老爹跑业务。 1900年庚子之乱爆发, 北京混乱, 吉庆长从北京钱庄队的钱无法运敌舞台, 导致银根紧缺, 恐慌情绪引发挤兑风潮, 吉庆长引自金链断裂而倒闭, 负债累累的严书堂没有走上天台, 而是带着儿子逃回老家夺债。 为了补贴家用, 严西山跨着石河走街串巷卖饼子, 却拉不下脸来大声吆喝, 遇到人只敢慢慢凑到跟前, 小声问, 买饼子吗? 搞得像秘密街头一样。 路人也纷纷打去, 叫道, 万喜子卖饼, 不敢吆喝, 严西山小名万喜, 村里充满了快活的气氛。 快活的气氛总是短暂的, 为了夺债, 严书堂带领严西山来到太原讨生活。 庚子之变后, 大清于1901年开启了新政。 所谓新政, 就是大清体制进行全方位改革, 比如费科举办新学, 编练新军, 奖励工商, 鼓励留学等等, 走资本主义道路。 改革春风吹满地, 山西人民也争气。 接着新政之风, 1902年, 山西巡抚岑春轩恢复了因戊虚变法而停办的山西武备学堂。 该学堂以培养夏季军官为主。 严西山不甘心在太原当个小学徒, 努力说服父亲, 报考学堂并顺理通过。 进入山西武备学堂, 是严西山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点。 因为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 中国武夫当国军阀混战, 军校毕业生有大把的出头机会。 在军校期间, 严西山学习非常刻苦, 与同学和老师的关系处理得很好, 还当上了班长。 而这, 又为严西山打开了另一扇机会之门。 大清为了巩固政权, 对新军舍的花钱, 戴宇梅的说, 还会选派优秀学生出国深造。 1904年, 大清第六次选派留日学生, 山西获得了二十个名额, 经过筛选, 严西山, 姚以驾, 张维清三人, 获得了中央公费留学资格, 其他人由省财政出资。 三年东京镇武学校, 两年陆军士官学校, 五年留日生涯, 重塑了严西山的小宇宙。 在日本, 严西山见识了日本明治维新四十年的成果, 以及日俄战争之后, 全民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 在日本, 严西山听到了孙中山激情澎湃的演讲, 并在黄兴的介绍下, 加入了同盟会。 在日本, 这个传统儒家思想教育出来的年轻人, 变成了汉不畏死的革命青年。 思想在巨变, 人脉在延伸。 孙, 黄二人的分量自不必说, 刚村宁次是严西山这届六七室官生的队长, 白元征四郎是他们的教官, 土匪元贤二是他们的同学。 此外, 严西山还与湖南的城前, 湖北的孔庚, 何成郡, 云南的唐继瑶, 江西的李列军, 陕西的张凤辉, 四川的尹昌恒, 这一将的皇甫等这些未来中国军政界的风云人物, 建立了铁血丈夫团, 旨在发动革命, 推翻满清统治。 到了这里, 严西山已经走入了时代的风口, 刘日, 青年军官, 同盟会员, 与孙皇谈笑风生, 这种圈层, 以非普通人所能企及, 未来想不在历史上留个脚印都难。 没想到, 大清想法设法培养的新军, 到头来培养的都是掘墓者。 1911年, 四川保禄运动引燃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倦起燎原之势, 各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 山西也蠢蠢欲动, 巡抚陆中其认为, 山西新军不可靠, 计划把新军调出太原, 让旧军接管太原。 当时, 驻太原的新军是第43协, 下辖第85标和86标, 全协4000人, 协相当于旅, 标相当于团。 时任86标标统, 团长的严西山听到消息后, 与革命同志密谋提前起义。 在争取到85标标筒黄国梁 和手下几个管带、 营长的支持后, 新军调转枪头, 进攻巡抚衙门和满城, 满人聚聚区区, 轻松拿下了太原, 山西瞬间变天。 太原起义是一帮热血新军军官 一起搞的, 没有领导核心, 起义成功后, 也没有众望所归的领导人, 只能开会选举。 然而绝大部分被提名的人, 都因为条件不满足, 得不到一致认可。 比如, 黄国梁不是山西人, 姚以驾不是同盟会员, 张皇职务和威望不够, 只有严西山满足所有条件。 就这样, 竟一致举手通过, 严西山当上了山西军政府都督, 当28岁的严西山成为一方诸侯的时候, 他的同行们, 36岁的张作霖, 还在东北总督赵尔逊麾下听差。 29岁的冯玉祥, 只是北洋新军第二时镇的一名管带, 营长, 密谋发动兰州起义。 24岁的蒋志清, 蒋介石, 写下一书, 密谋率领赶子队攻击浙江巡抚衙门。 20岁的李宗仁, 还是广西路小刚毕业的青涩学生。 然而, 这并不重要, 个人的努力和历史的进程交互作用, 先行者未必一直领先, 后来者未必不能弯道超车。 太原起义后, 全国局势并不明朗, 革命之火虽然遍地开花, 但大清有专业灭火队, 北洋六镇新军。 果然, 清廷得知山西有变, 任命驻保定的北洋第六镇统治吴璐珍为山西巡抚, 进兵山西镇压。 吴璐珍是革命党, 没有进攻山西, 反而向阎西山提议组成燕金联军, 截断京汉铁路, 阻止袁世凯北上, 呼应南方革命, 不过此事最终因吴璐珍被刺杀而失败, 更大的危机正在渐渐逼近。 11月15日, 清廷下令曹坤率领北洋路军第三镇, 开拔石家庄, 进攻阳子官。 阎西山等人率山西新军增援阳子官, 但最终没抵挡住曹坤大军。 新军被迫撤离太远, 阎西山率一部分人向近北进发, 温寿权率领一部分人南下近南。 近北的清军实力不强, 阎西山等人一路并未遇到强有力的阻截, 穿过近北抵达随远, 并占领了包头等地。 不久, 随着南北议和取得进展, 山西局势渐区缓和, 阎西山率军南下, 于1912年2月18日抵达了新州。 此时, 大清已经亡了, 袁世凯集团正在与南方革命政府谈判。 山西毗邻经济重地, 袁世凯是断难容忍革命党人掌握山西的, 但是在孙中山无数次交涉和坚持之下, 袁世凯为了顺利当上大总统, 被迫同意让阎西山继续执掌山西。 4月4日, 阎西山率军回到了太原。 就这样, 阎西山出任都督, 终于获得了袁世凯和北洋集团的认可。 如果说以上经历是阎西山的副本的话, 那么以下经历就是阎西山的一连串的打怪升级过程。 当然, 其必杀计就是中的哲学。 宋教人被刺杀后,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主张发动二次革命, 武力讨伐袁世凯。 此时, 作为革命党人的阎西山面临战队问题, 挺袁还是挺孙? 支持孙中山, 那是投桃暴力, 可以获得政治声望, 支持袁世凯, 可以获得袁的信任, 进而保住山西, 因为山西一直处于北洋势力的包围之中。 不管是支持孙还是知识袁, 这都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不符合中的哲学。 怎么办呢? 中的哲学三问, 是不是该不该能不能? 南北对峙问题, 是不是必须用武力解决? 该不该用武力解决? 能不能用武力解决? 严西山认为, 民国出力, 内忧外患, 日本虎视眈眈, 不宜以武力解决政治分歧, 双方应该坐下来, 开诚不公谈判。 至于武力讨原, 严西山并不看好, 南方革命势力, 没有强有力的统一领导, 一盘斩杀, 难以成事, 所以严西山没有响应二次革命。 果不其然, 二次革命很快被袁世凯镇压, 严西山躲过一劫。 二次革命后, 袁世凯为了巩固统治, 开始着手加强中央集权, 收回各省都督军权。 对山西, 袁世凯派遣亲信金勇, 出任巡案时, 掌控山西民政, 削弱和监视严西山。 金勇依仗袁世凯的信任, 在山西招兵买马, 打击富户, 不断扩大自己的军权和裁权, 挤压严西山的生存空间。 此时, 严西山又面临重大抉择, 是投缘还是巨缘? 投靠如日中天的袁世凯, 不一定受待见, 抵抗袁世凯, 那是找死, 怎么办? 严老西一面放任金勇胡作非为, 一面把军政大事推给黄国梁, 韬光养晦的同时, 必要的公关也是不可少的, 向袁世凯表忠心, 向段祺瑞拜码头。 严西山这么懂事, 又有段祺瑞说情, 袁世凯始终未动他。 袁世凯是严西山一生之中最恐惧的人, 据说袁兆见严西山时, 严西山汗流加倍, 极为惶恐, 回来后, 对左右说袁世凯, 气色严厉, 态度凶恶, 真是可怕。 袁世凯一死, 严西山再无恐惧之人, 加上北洋分裂, 各方都想拉拢严西山, 严西山再无顾虑, 放飞自我, 先赶走了金勇, 顺带抓回了民政大权, 又收拾了不听话的部下, 最后掌控的军事大权, 完成了对山西军政的绝对控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